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栋楼几乎被削掉一半 根据幸存的住户形容 楼塔当时传出犹如爆炸的巨大声响 感觉就像是地震 天崩地裂 建筑结构也彻底变形 由于失联者位数众多 甚至包括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姐妹苏菲亚一家人 救援人员仍在积极搜索 被埋在瓦砾堆下的微弱生命迹象 uy troof 外喇被叛向了将gal 시간资光 所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÷ Out ofifiques 加速调派物资和人员到位 白宫表示已经准备好支援前线 据了解这栋 屋龄四十多年的大厦 在事故发生前曾在顶楼进行施工 90年代地基就开始下沉 状况相当不稳定 加上长年来没有按照规定实施安全检测 究竟是地层下陷的天灾 还是人祸所导致将成为后续调查重点 暂停新闻 监学会报道